死的怨,死的苦,好吃的死在了后两个 死的怨来,死的苦,后来 你这哭得胜啊,硬包包的 找个吊吊 太行大峡谷走到这里开始瘦了 瘦的只剩一道细细的凉 这凉上的几户人家平常不慎走动 有事就喊,喊比走要快 一个在对面喊,一个在这边打 隔了一条几十米直斗上下的沟 生意传得很远 寒冲一大早起来 端了碗吸了一口汤 就冲着对面口齿不清的喊 秦花,让你家发心再弄了雷管 欢把玉焦遭害得比人掰得还干净 得炸炸了 对面发心家里的喊 矿上的雷管看得比鸡片还紧 休想抠出个蛋来 上一次给你的雷管又没了 寒冲仰头喝了碗里的汤敲了碗喊 别人抠不出蛋,你能 再说了,炸了换肉还不是进了你肚子 寒冲听着对面有笑声浪过来 心里就有了一阵挤一阵的高兴 口口呗 我回来的家 你是恶姐 寒冲娘死得早 这三十岁了也没个媳妇 跟她爹俩人成天大眼瞪小眼 日子过得既无聊又充实 无聊是因为老头老管着她 不让她跟勾对面的秦花胡搞 充实是因为她就要跟秦花胡搞 就要跟老头对着干 就要每天吵吵几句 不然家里要闷死人的 一直以来,寒冲的生活就这俩人 她成年累月的就围着这俩一转 游走期间,游人游豫 直到那天,在村外沟底遇到蜡红 寒冲的生活就全变了 蜡红是从四川到暗山坪来落住的 到了这里,听人说山上有空房子 就突而带女的上来了 暗山坪的空房子多 主要是山上的人牵走留下的 以往开山,砍树的人就发愁没有空房子住 现在有空房子住了 山上的树倒没有了 蜡红来山上时领了个哑巴老婆 还有一个闺女一个男孩 蜡红上山时肩上挑了落户的家当 哑巴老婆跟在后面 手里牵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 山上不见有生人来 惹她暗山坪的人稀罕地看了好一阵子 蜡红指着老婆告诉暗山坪看热闹的人说 哑巴,你们不要逗她 她有羊羔疯病,疯起来咬人呢 暗山坪的人想 这个哑巴看上去倒蛮利索的 要不是有病,要不是哑巴 她肯定不会嫁给蜡红这样的人 话说回来,这蜡红是个什么样的人 瓦刀脸,甘巴金瘦,痘痘眼 甘黄袖色脸皮上,有害水痘留下的痘窝窝 远看近看就有一个字,贼 韩成领着蜡红转了一圈子 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屋 转来转去的,就转到韩成喂驴的石板屋子前 蜡红停下了 蜡红说,这个屋子好 韩成说,这个屋子不好,我家驴住呢 蜡红仍死定着不肯走 他主要是看中了房子 上边那些都是窑洞,木木齐马黑的 多少年没住过人了 不像这个,骑马是间房子 那蜡红是如何都不肯走了 领着老婆孩子给韩成磕头 山里人实在,人家都这样求了 还有个推脱的道理 正想着,老头在屋里喊 你敢留下试试,这个家谁做桌 韩成都不在犹豫的 马里把驴子牵出去,就给人让进去了 谁做桌,你做住,我也做住 老头就弄不明白 你连个屁股都没得盖呢 还想着帮别人 韩成嘴一撇说 驴都同意了,你还露嗦个啥 说着,这又穿了一盆粉跑出去 鬼都知道,准还剩我秦花那送 老头羞得迷脸见人 混蛋玩意儿,你怎么就不怕人家出你鸡量骨呢 不管怎么说,蜡红一家算是住下了 这暗山坪是个小村 小到东家鸡飞,西家就狗跳 韩成家来了外人 每一刻钟就传开了 暗山坪的人们才知道 这蜡红长得一副鸡头白脸像不说 人也懒 其实靠山吃山的庄家人 只要不懒 哪有山能让人吃劲呢 好好大老爷们不找活干 就只是要饭过活 一大早出去 一到天黑就回来 每天回来都被蛇皮口袋 从山下讨来的白萌和米团子 山里人实诚 常常顾不上自己的男老想了别人的男 疼听眼前事儿 喜欢落难人 韩成蜢当然也是这种人 不然他不会给蜡红地方住 更不会偷偷给孩子饼子吃 有时候蜡红打哑巴打得很 韩成蜢还会忍不住进去说两句 劝两句 你干什么你呢 你干什么 韩成在暗山被抹粉 因为山上情 三十岁了还没说上媳妇 想出去招女婿吧 出去几次也没弄个合适人家 反复几年下来就这么耽搁了 也不是说韩成长得不好 总体看上去比例还算匀称 主要的问题是山上情 牵不到山下户 哪个闺女愿意上来 次要问题是他和发型老婆的事情 张扬得人尽皆知 这种事情张扬出去 不是落到尘土里了 落到人嘴里了 人嘴里能飞出什么豪鸟 够麻烦的是 这韩成跟秦花两个 谁都没觉得什么不妥 有时候大白天呢 当着村里人面 甚至当着老头的面 都能挑起秦来 这不 秦花现在家待得无聊 又来要分 什么要分 谁还不知道他那点小算计 没懂韩成回话 就听到后山深沟里 轰的响了一下 韩成一下子就高兴起来 冲秦花喊 认识他娘 前厂懂不到后厂 崩了 吃什么粉浆 你就懂得吃换肉吧 韩成抓着山林上 长出来的鸡条 往山下溜 溜一下屁股 还往下坐一下 韩成厉下钩 走到山下下机关的地方 发现那地方 有些不对劲了 两边上有两款散开的柴 有一个人在那里躺着哄哄 韩成的头 煞事就大了 满目进行 出流出流往外冒 韩成奔过去看 看到铁夹子夹着蜡红的脚 蜡红人歪在那里 两只眼睛 动得比雪还红 韩成背着蜡红回到岸山坪 山上的男女老少 逗应着韩成看 看背上蜡红 绣黄色的脸上 没有一丝血色 把他背进家放在炕上 他的老婆哑巴看了一眼 紧紧抱着怀中的孩子 拧过头去 歪下腰就呕吐了起来 韩成没敢多想 跑出去紧着招呼人绑担架 要抬着蜡红下山去镇医院 这时 老头扒开众人走进屋子 捏了捏韩成的手 还有几分柔软 拿手背探到鼻下凉了凉 半天说了声 怕是没人了 没人了 话从屋子里传出来 外面张罗的韩成 听到里面传出来的话 以下坐在地上 炸欢会炸死了蜡红 韩成从岸山平第二个惹了命案的人 这几年来 岸山平这么一块小地方 已经出过一桩人命案了 两年前 岸山平的韩老五外出打工回来 买了本村一个汉子的驴 结果驴签回来没几天就病死了 两人为这事纠缠了好几天 一天 韩老五跟着汉子终于打了起来 那韩老五性子裂 三句话不对 手里的镰刀就从那汉子身上去了 只几下 就叫了人家的命 山里人出了这样的事 都是私下找中间人解决 不报案 他们知道报案他麻烦 把人抓进去就是闭了脑袋 就是两家有了仇恨 最终点个屁 山里人最讲究个实际 人都死了 还是以赔为证 村里出了任何事 过去是找长辈们出面 说和说和 找个能接受的方案 从此稀释宁人 现在有了事是干部出面 即使是出了命案 也是如法炮制 两三年前 韩老五还不是最终 赔了两万块钱就拉倒了事 如今腊红死了 他老婆是哑巴 孩子又小 这事咋闹 暗山平的人说 人死如冬灭 活着的大小人以后日子长着呢 出两千买条阳关道 他一个讨吃的又是外来户 驾马都高到哪儿去 这天 韩冲把山下的村干部 一一都请了来 商量了一阵子 觉得这个事情 一样不能报案 现在讲个安定团结 安定不团结不行 团结不安定也不行 咱这沟里多少年来 除了上面有指示 发动不安定 咱们永远都是安定的 现在报案 等于是说我们自己 给自己找麻烦 看电视 动不动有些部门 因为腐败就一无端了 咱们不能因为 诈唤误诈了一个没用人 集体跟着倒霉 最好的办法 还是按老规矩办 他们责称会计王方孩 来当这件事的主唱 一来他腿脚轻 二来这种事情 不是什么好事 一把二把手不便出面 三来呢 他的嘴边脑子翻转的快 你好好你炸个秋槐啊 炸死人了 现在你娘了吧 先买人 再商量赔偿 好吧 哑巴像丢了魂一样的听着 帮帮炕上的人 再看看屋外屋内的人 哑巴有一个间歇式的回响 烧紧 车护眼镜 看着王方孩笑了一下 干 蹦蹦有些发出 不知是个啥意思 来不及想了 就默认哑巴同意 先把人埋了再说 很快 就在村干部的主持下 韩成老爹的棺材被抬了出来 事关重大 他爹也没说啥 韩成又和他爹商量 用他爹的宋老义装脸蜡红 韩成爹这一下说话了 你要是下套子炸死我的倒好 现成的东西都有 你炸死了人家 你用你爹的东西埋人家 都说是你爹的东西 你爹的东西 埋的不是你爹 比麦尼爹的代价还要大 卧槽 棺材准备起了 四个后声喊 一二 起 抬棺材的铁链子突然断了 抬棺材的人说 日怪 半大个人能把铁链子拉断 是不是三天家里不见哭声 伤了过了 哑巴因为哑巴哭不出声 女儿因为小 不知道哭 网巴哭对韩冲说 弄杀就得像杀 死了人 走你大小有点哭声 去找几个村妇来 村里花钱 这可麻烦了 哭妇不是想找就能找到 往常有人不在了 论辈分往下排 哭的人不能比死的人辈分大 现在是哭一个外来的讨吃 算啥 女人们就不想来 韩冲一看 只好一溜小跑 跑到甲站上找秦花 进了秦花家的门 秦花正在做饭 听了韩冲的来意吼 秦花说 我哭是替你韩冲哭 看你韩冲的面 不要把事情颠倒了 问林呢 是你韩冲的情 不是老绳子村干部的情 韩冲哭丧着脸说 还是你秦花好啊 这时秦花就说了 哭可以 不过你也答应我一个条件 韩冲忙问 你要钱 秦花就说 不要钱 我年底大儿子结婚 你勾一头猪 韩冲没功夫讨价还价了 就当即硬了上来 那秦花将韩冲哭丧了脸 一笑 从箱子里拽了一块枕筋 往脸上一蒙 就出了门 走到暗山坪的坡顶上 看了一眼黑压压的人群 就扯开了喉喽 死得冤嘞死得苦 讨吃送死了后梁沟 孙干部一听 他这样哭 就要人过去叫他停下来 这叫哭吗 硬邦邦的 没有一点感情 秦花这么一哭 把暗山坪的空气都抽搐的麻利起来 埋了蜡红后 王鹏孩要喊称叫几个年长的 最好来商量后事 一干人围着石墨就开始意识 比如 这活人谁来照顾 当然是喊称来照顾 怎么个照顾法都得有个字句 喊称说 最好说断了 该出多少钱我一次用出购 要连带着这么个事 我以后还怎么讨媳妇 大伙研究下来 觉得是这么个事 明白着清疲耗盛的紧急需要 事不能拖泥带水 得抽到斩水 一个说 事情既出了由不得人 也是大事 人命关天 横嘴背呀 说出来就得有个道理 一个说 哑巴虽然是哑巴 但哑巴也是人 寒冲炸了人家的男人 毕竟不是寒冲想炸人家男人 既然炸了 就得咱来当这个家 咱不能理偏了哑巴 但也不能亏了寒冲 一个说 现在的大事小事 不是就俩钱吗 从清光许年到现在 哪一件不是私聊 有直到不走 偏走弯道 老公家也是人来主持 要说活人的经验 不一定比咱懂多少 舌头没几两打来回波浪 他们主持就得个公道吗 这么好一通讲下来 大伙傻了 哑巴摇头 一摇头是个啥意思 不要钱 王胖孩把韩成拽到李屋说 她不是个简单的妇女 不敢小看了 她想把你弄进去 韩成吓了一跳 已经不自觉开始打哆嗦了 王胖孩指着韩成的脸又说 要给她热爱 暖化她的心 打消她送你进去的念头 这几天 你只管给哑巴送米送面 你知道 我也是为你好 让老公家知道了 弄个警车来把你咕噜咕噜拉走 你前途毁了事小 我们面子上挂不住事大 趁着对方是个哑巴 咱就把事情哑巴着办了 省了官办 明白有了明白的好处 两个人商量了一个暂时的结果 王胖孩就对外念了 合同 暂时有韩成来养活他们娘仨 一日三餐吃喝拉撒 不得有半点不耐烦 直到哑巴决定了最后的赔偿 有村干部主持 按商品年长得有身份的人 最后得出结果才能终止合同 合同一方 韩成首先不能毁约 如亚巴提出 韩成有不愉快的地方 亚巴有权告状 最后则成处理方式加倍罚款 合同一试两份 韩成一份 亚巴一份 李巨人互相签了字 本来想了要有一番争吵的事情 就这么断了 送走王胖孩 韩成折裂好条子 装进上衣口袋 亚巴前脚走 韩成后脚就卸了墨上的粉 走进亚巴家里 一个劲地说 你不要怕 你的粮食我管 吃多少跟我要就成 韩成给亚巴提过来面 米 紧接着还送了一瓶油 这时候有人陆续走上 暗山屏来看亚巴和孩子 有的想收留亚巴的孩子 有的甚至想亚巴一块药了 谁知道亚巴 风一样冲出去 直接拿扫帚拍 韩成到现在还闹不清 他是个啥意思 韩成心想 这要是孩子给人收走 最好亚巴一个人拿去才好 他就什么屁事都没有了 这么熬到月底 公布着亚巴想的差不多了 王胖孩就又来到暗山屏 这回没那么多开场呗 就是谈钱 你只要说个数 我们准给你凑出来 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 哪有不要钱的道理 见亚巴不摇头 王胖孩就说 我看两万吧 两万不少了吧 韩成说话了 胖孩哥 两万暂时拿不出 能不能分期付 王胖孩想了想说 你借借马 实在不行 你不是还有小叔吗 他在矿上 那煤炭现如今像烧燃的旺火一样 他家里想来是有货的 借一借马 那秦花虽然是出了名的铁公鸡 毕竟是喝过你的粉浆 吃过你的欢肉 还被你压过的女人 再说了 你炸死的这个人 用的雷管 还是他提供的 咱嘴上不说 他是脱不了干系 韩成不好意思地 低下了头 事情说到这里 王胖孩和亚巴说 按我的意思来 你不要 不懂于我们不懂 我们不懂就是欺负你这个弱者 这不符合山里人的作风 等韩成错过了钱 我再来对山上亲手递给你 咱这事情就算结束 你也准备你的退路 一个富到人家 没有汉门帮衬 哪能行吗 韩成 话说回来 大家为了帮你办事 光跑腿跑了几趟 你小子等个眼色不懂 拿一啊 算大 快过来 哎呀 你这是圣意是什么 这相理相亲的啊 你既然拿出来了 我要是不收下 也是保了你 韩成一家人的心意 我都说不过去了 那韩成一刻不懂 王胖孩一走就直奔发心家 走进发心的院子里 看到发心坐在小马载上抽汗烟 抬头看了他一眼就扭过去 心是知道他来借钱了 没懂韩成开口 秦华就说 那傻呀爸不知道哭 看来是真有病 山下要是引人要他 手势走就算了 省得你来照顾 韩成鼓了鼓勇气说 不瞒你们两口说 我今儿过来这假债上 就是想跟你们借钱 给哑巴 就个急 误不了你娶媳妇 我韩成说话算数的 秦华走到韩成的面前 看着韩成说 说起来是应该帮忙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有事说是 按道理是得陪人家 是不是 按道理 谁能帮上忙就要帮忙 像那相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谁家不出个事 不话说了 有啥别有事 没啥别没钱 两件事都让瘫上了 可有些事瘫上了 还真帮不上你这个忙 我跟你说吧 腊月里要给大儿订婚 中月里不娶 明年秋后也得娶 如今说个媳妇容易吗 屁股后捧着人家还要脱落 敢送口歉 我要是真有钱 我还真舍得见你 不换你不换 可就是没有钱 这样吧 你那头猪 不要了 韩成说 我夺盆说要送你那头猪了 发行说 装傻 谁都知道你要给一头猪 皮小说讨便宜 韩成你是讨了大便宜了 别说一头猪 十头猪你也不吃亏 别人不知道 我是吸引之毒明 秦华打断了发行的话 你心这个啥 杜明个啥 不会说不要抢着说 韩成苦笑了两下 指了指破下的勾勾说 从今天起 我们两家 两亲了 韩成站起来要走 秦华又说话了 你欠我多少 不是一头猪那还得起的 走跪你走 但你要记清楚了 这一句话说的不是时候 秦华的本意是想说 要是你还想着我 你就来 带着零花来 可这话说的不是地方 韩成苦都急得火烧眉毛 他哪能转个弯来 韩成苦一下站住了说 这钱我不借了 放心 你老婆本事大 秦华的脸煞事就轻了 这叫人话嘛 得了便宜卖乖 不借你钱 舌头就长刺了 秦华一下扑上来 照着韩成的脸 跳起来 鼓了一个巴掌 韩成没有防沛吓了一跳 看清楚是秦华过他 他一下就异认了 回头看看秦华 不知道他为啥来这一手 韩成说 不借钱就算了 你还打我 我打你吧 我不君子 不打你吧 你太张狂了 跳起来打 不过三尺高的人就是毒 我那雷管炸了人 那雷管我有吗 还不是你给的 就是你给的 发行站起来拖住进一步 想往前跑的秦华 秦华仍不依不饶地骂 你个缺德鬼 你害了死人 害活人 你炸欢咋就不炸了你 讨吃那天 说不定就来够你命了 你等着吧 不再牙下再牙上 不再明天再后天 你死了要狼狗拖拽了你 五黄六月去拱了你 韩成听着身后的叫骂声 踢着地上的石头袋走 脑子里嗡嗡响 妈的 这个傻逼就烦了脸 真是人小鬼大难招架 卧槽 最大的大头没了 这下韩成傻了 到哪弄那么多钱 他想着 要么把西屋弄开 咱再开始炸油卖 老头苦笑说 老老实实抹粉 我再想发自借点 还炸油 十几年没干了 那玩意留着 跟我一块买了还差不多 借钱借钱 钱是那么好借 俗话说 旧疾不旧情 有那么几家好心 掏了钱 没两天就熬不住了 就齐刷刷找上门来 这里头当然少不了秦花 他不要钱 跟我不要粉 韩成不是说了吗 从此以后两家两亲了 那么好 欠我的一头猪拿来 老头感到莫名其妙 他要是真欠了一头猪 条子拿来 你拿得出条子 我才行 那秦花急了 热过石墨 跑过来一把蜡烛 韩成 死命的摇 而就在这时 老头撞弄了一袋粉出来 那是还别人家的 叫秦花这一闹 满地的粉 白血血的养了一地 韩成爹从缸里 提起搅拌的棍子 叫了一声 反了你了 上来就要打 秦花此时已经走到院子里 回头一看 韩成爹要打他 马上又坐在地上喊了起来 打人了 打人了 儿子炸死讨吃的 老叫打妇女了 韩成爹一边网出扑一边说 共产党的天下就是打下来的 要不怎么叫打降山 接着我就打定你了 哑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跑过来拉秦花 很用力地拽了几下 不动 又拽了几下 还不动 屁股粘在石墨上了 突然 不晓得怎么回事 秦花叫唤了一声 妈呀 见鬼了 就又有眼窜出院门 从这天开始 秦花就再没有闹过 更不提什么猪不猪的 当时哑巴一家 大人孩子都出来帮忙 弄到韩成 着实摸不着头脑 他给哑巴说 你别怕 欠你的钱我肯定还 借也好 抹粉也好 不会少你一分一毛 哑巴只是笑 忙里忙外地跑 更叫韩成 不知所措 这哑巴要是坏一点 不那么招人待见 兴许 韩成想还钱的亲 就不那么急切 现如今 他是急切的 他急切的 又想重开油房 老头 眯动着眼说 你想一出 是一出 都关了十几年了 那些玩意儿 留着给我埋下地吧 韩成就说 抹粉才挣几个钱 油不比粉贵 老头就说 你懂个锤子 咱家那么多年没种黄豆 拿什么炸药 拿你炸药 韩成还不服气 就说 去山下买嘛 不行就射 老头没耐心了 瞪了他一眼说 拿什么射 拿你地上大脸给人射 安静下来了 爷俩背对背 你叹一声 我叹一声 天上 半明半暗的光 洒下来 隆在韩家父子身上 呆住了 一闪一闪 又反射到哑巴身上 哑巴用手 焯了焯水 就打了一个寒颤 忽然想起来 蜡红死了 恍惚间 又觉得蜡红还活着 惊讶地 私下看了一遍 他的思维 在亲密和混沌中 半明半醒 现在的季节是秋天 天到晚上有点凉了 哑巴摸索着 从窗台上 找到一块 手掌大的镜子来 举起来看 看不清楚 镜子上全是灰 下地找了块 湿抹布抹了两下 越发看不清楚 一着急 静自己的衣裳擦 抹到举起来 都看清眉眼了 走过去 觉得瞪一下 痒了看 慢慢地 举了镜子往上提 看到自己的脸 好久了 不知道自己长了啥样 好久了 自己长了啥样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挨着上蹲打 想着下蹲打 眼睛盯着地方 就不敢到处看 哪还敢看镜子嘛 那个是要找死哟 突然听到 对面的甲寨上 有人筛了锣鼓喊山 边瞧边喊 山脊上的人家 因为山里有兽 秋天的时候 要下山来 遭他粮食跟畜生 随古时 传下一个喊山 所谓喊山 一来吓唬山中野兽 二来给今夜里油门的人 壮着胆气 当然了 现在的山上 瘦已经很少 他们喊山是在吓唬欢 防备欢 趁着夜色掩护 透吃欲娇 哑巴听着也想喊了 拿了一双筷子 敲着碗盐 迎着对面的锣鼓喊 像唱戏的 依着架子敲敲板 油板油盐的 却敲的心情 慢慢地真的骚动起来 有些不大过瘾 起身穿好衣服 觉得自己 真该狂寒了 衝着那 重重叠叠的大山寒 找了半天 找不到能敲的家事 找着一个羊塘子盆 这个脸盆 是从四川挑过来的 一直不舍得用 哑巴找了一根棍 想了想 觉得棍敲的声音闷 提了火台边的 铁个大火棍出了门 山间的小路上 走着想喊山的哑巴 滚在路面上的石头袋子 偶尔磕他的脚一下 偶尔会有一个地老鼠 从草层中穿过去 偶尔 西方中的疲惫与挣扎 让哑巴想惬意一下 哑巴仰着脸笑了 天上的星星 眨发了一下眼睛 天上的一个弯月 穿过一片云彩 天上的风落下 撂撂他的头发一下 这么着 哑巴就站在山梁上了 对面的铜骨还在翘 哑巴举起了脸盆 举起了火柱 张开了嘴 他敲响了 脸盆上的瓷敲碎了 哑巴的嘴张着 却没有喊出来 裂来的碎瓷被火柱敲得溅起来 溅了哑巴的脸上 哑巴嘴里发出一个字来 接着是一连串的当当当 啊 从善良上送出去 哑巴的喊叫 声嘶力竭记着他的诗语 没有一个人清楚他的伤感 是抵达心脏的 他的寒娇撕裂了浓黑的夜空 月亮失措地走着 颠着 跌落在云团里 他的寒娇爬上太行大峡谷的山谷 把山上的植被毛骨悚然起来 直到脸盆被敲出一个洞 敲出洞的脸盆暗哑下来 一切才暗哑下来 画分两头 秦华自导那天听了哑巴说话 回来就几天没有张嘴 秦华想 哑巴到底不是哑巴 不是哑巴他为啥不说话 秦华和发心说 发心说 你不说话就没人说你是哑巴 哑巴要是会说话 他就不叫哑巴 人最怕说自己的短处 有短处有的人喊 要么他是个傻子 要么就像我一样 游人睡了自己的老婆 我还不敢哄我声 秦华一下搂了发心的被子就打 说得好听 谁睡我了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你少啥了 倒要你张嘴的份儿了 那秦华憋屈的慌 就想去见韩成 想和韩成说哑巴的事情 秦华和秦华的性格 不记仇 秦华去找韩成说话 一来是想告诉他哑巴会说话 他装着不说话 说不定心里呕着事呢 要韩成防着点 二来 他就想见见韩成 缓和缓和关系 毕竟真闹僵了 以后这坟 这欢肉 这猪 就都没有了 那韩清铁青着脸 像看块石头眼看他 就说我们俩亲了 对吧 是 不欠恶的了 你现在欠哑巴的了 你有的压了 欠哑是撒出去了 可秦华说那事 韩成不得不认真想想 他问孩子 孩子冲他笑 他问哑巴 哑巴也冲他笑 韩成觉得自己挺没劲的 就不再贱兮兮地问了 更何况 哑巴这天擀面条 还给他爷俩擀了一份 韩成高兴坏了 忙拿油瓶说 再来点油吧 一看油空了 又急吼吼地把油房打开 谁知道 仅存了一瓶油 也干了 气氛嘎在那里 半天说不出话来 韩成就再不去想 哑巴会不会说话了 更重要的是 老头也开始慢慢接纳他 放从前 老头是打死不肯跟哑巴同桌吃饭 今天 同桌吃了 过了几天 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就来了 哑巴不知从什么时候听见炸油的事 竟默默捡了一口袋的黄豆 他笔画着给韩成看 在空中画了一个瓶子 还啪哒啪哒地滴水 不止了指黄豆 韩成就明白了 炸油 哎呀炸油 我就说吧 老头少见了笑出声来 撑哑巴说 家里到底是需要个女人 老爷们过不好日子 对呀 干嘛不炸油呢 没有黄豆可以捡嘛 办法总比困难多 当天下午 被封了十几年的老油坊 终于重见天日 三个人热火朝天的忙 从捡豆子 摘豆子 到烤豆子 磨豆子 这套流程老头一点没忘 原想着这些家伙死了一块买了算了 现在好了 竟发费余热 帮儿子还账 不过想想也很滑稽 一切源头都在哑巴 欠账在哑巴 还账还在哑巴 不管怎么说吧 寒假油坊 开张不到一个月 就中了过去半年的钱 豆子光靠捡是不够了 寒冲开始下山买黄豆 第一趟去没什么特别 很自然的下山 很自然的买了黄豆 等到要去第二趟 寒冲觉得一点不一样了 也不知从哪天开始 他好像在意自己的脸面 脸洗没洗干净啊 胡子刮没刮 衣服是不是太脏了 头发是不是邋遢 更神奇的是 这当劲哑巴也变了 寒冲就这会儿才意识到 他哪里是两个孩子的妈 这简直就是个小姑娘 寒冲一方面高兴 另一方面也暗下决心 不管怎么样 凭他一生的努力 来养晦哑哑巴娘三 他都没说的 他甚至还这样想 不就是赔钱吗 两万算什么 甚至十万 二十万 都要哑巴活得好 活得比任何女人都好 韩称呼这样兴奋地想着 就下山了 这走了不到二里地 美目就碎了 突如其来 猝不及防 莫名其妙 毫无防备 而也就到这会儿 韩从才知道 那腊横是个杀人犯 不仅是杀人犯 还拐卖人口 哑巴就是他拐走的 王帽孩一听就来劲了 往前提言说 同志 这腊横是个杀人犯 本来就该死 韩称不是为民除害吗 警察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说 腊横死不死要审犯才知道 那是腊横的案子 韩称炸死的人是客观事实 跟炸死谁没关系 这是单独的案子 懂吗 说着就要绑人 那牙巴拼死拦着 死死拽着韩从一脚 无论如何 也不准把韩从带走 不要 看 我就说他会说话吧 不要 不要 傻了 大伙都傻了 警察也傻了 王帽孩脑筋快 马上说 同志 他不是哑巴 你们是不是先问清楚再说 这是单独的案子 对吧 几个人拐到驴棚里说了很久 嘀嘀咕咕的 听不清说个啥 大伙交头接耳 你看我我看你 都闹不清这哑巴为啥不说话 好好的人 装哑巴有个啥好处 韩称也是后来才知道 腊红不是第一个拐卖哑巴的人 哑巴从小就给人犯子拐去 他是因为受了惊吓才不敢说话 后来又被卖了几次 慢慢的又忘记怎么说话 今天要不是急了 说不定那天才敢张口 大伙盲问 事情闹清了就好了 你们不能抓韩冲 是腊红自己找死 警察解释说 这是两码事 哑巴他的确是坚持留在韩家 这一点可以理解 但按照程序 韩称是必须要逮捕 具体后续怎么处理 要等检察院详细调查 才能出最终结果 韩称悬着的心意才落下去 不住回头喊 你咋个不敢说话呢 俺还不知道你叫个啥名 你名字叫慎 你告诉我 你名字叫慎吗 等到哑巴追出来 已经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了 你名字叫慎 红侠 我叫红侠 红侠 红侠 秋天的尾声是悄无声息的 山头上的阳光 又赤红退成了蛋黄 红侠抱着孩子站在牙头上 四处望去 但见天清明镜高远 少许白云似有若乌 望过去显得开阔而清爽 之后山风涌动 凉风渐升 他在粉房里看着驴摸着泡软的玉胶 从磨眼里碎成浆磨下来 就是看不到寒冲 看到暗山屏的人们 一条一条的王家跳粮食 就是没有寒冲 他的心里颤颤的 又说不出的东西 拱得猴头 他回头叫孩子说话 红侠说 爷爷 孩子说 爷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